谢谢我的粉丝 于圣洁对我的 蜜勇赛 打扰大家 蜜勇赛 你来干吗 和蜜勇玩呢 我要不来的话 你还想干吗 我们老大是通过他的理论 在结合你的实践 运用战略思维 历史思维 创新思维和辩证思维的方式 夸赞你 让大家可以充分认识到 生活中的你 舞台中的你 学生 行 别弄多我了 余圣洁 你也太厉害了 那是 没看出来 你现在也是靖寒的粉丝啊 谁是他粉丝了 我是你们老大 他顶多是我们小弟吧 我说过 咱们班同学都归我照的 余圣洁 你是想帮靖寒吧 放心吧 靖寒的事情已经解决了 解决了 你们怎么不知道 老大 不是你随后我们说 要帮靖寒吗 就你话都不不不 小金刚 你看这个江城是不是特别帅 有没有比靖寒还帅 他还很有魅力 我觉得他很适合当你的新偶像 余圣洁 偷用学校广播站 小心被寄过 跟我去见老师 进门 你是什么时候让沙哥 又捐款又找医生的呀 解决了就好 那你为什么在学校只捐两百块啊 你又在学校是个学生啊 为什么你又比我早收工 又是我一个人 面对导演的折磨 你少请假 那就可以少受折磨了 我不和小皮儿计较了 等拍完 我一定好好休息休息 保养保养 我这张帅脸 你这么一说 我戴雨晏那款面目 还挺适合你 有吗 走了 靖寒今天还挺有人情味的 那是 也不看看我是谁 抗老除咒 小金刚 你不是说周末才来拼拼图吗 怎么今天就来了 早点拼完 就可以早点学习了 小金刚 想不想吃烤鸡腿啊 我家可是有新鲜的法式烤鸡腿 外酥里嫩 保证你喜欢 好 好啊 我 我还是拼完再吃过 装什么急啊 吃完再拼也一样嘛 不行 我得尽快拼完 奇怪 这块怎么就找不到呢 找不到就不要找了嘛 说不定等你吃完 他自己就跑出来 你当他有腿会自己跑啊 你当他有腿会自己跑啊 你这也太敷衍了吧 这到底谁的评图啊 你怎么一点都不伤心 我先接个电话啊 喂 怎么了 小明 老大 要不要出去打球啊 打什么球啊 小金刚在我家呢 什么 小金刚在你家 老大 你还没有放弃让小金刚脱粉吗 计划有变 丢哪儿去了 小金刚作为我的好兄弟 我必须得让他和静寒保持距离啊 不能让他再脑残下去了 上周 我用我的谋略 让小金刚打翻了拼图 那个拼图啊 有一千多块 未来的好几种 他都得来我家和我一块拼拼图 这样他就没有空 再和静寒一起了 机机机子 不愿是我们老大 智商永远在线 不过 你这么屁小金刚 就不怕翻车吗 翻什么车啊 天之地之 你之我之 阿兵之 一切都在我的这儿 夏天刚 余胜杰 你决算计我 不是 你听我解释一下 夏天刚 不用解释了 我听清楚了 夏天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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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冲 老大 真的翻车了 乌鸦腿 小金刚 对不起 可是我这么做 只是不希望你成为金函的脑残粉 我这么说 他会不会更生气啊 不管了 先见到人再说 靳函 你怎么在这里啊 我住这儿 你住这儿 余胜杰 你怎么在这儿 他说他住这里 他住我楼上 有什么问题吗 你们 被之后住在一起了 是上下楼的邻居关系 上下楼也不行啊 你无谷无聊 我们当邻居 难道还记你的拼这不成 季寒 之前某人为了阻止我们一块学习 特意还要我打翻拼图 让我跟他一块拼拼图 现在 他这面目已经暴露了 我也不用再浪费我的学习时间了 季寒 我们去学习吧 可以啊 不可以 为什么呀 因为 我有话要跟你说 你现在已经耽误我的学习时间了 你有什么话赶快说 我们还要一块儿学习呢 我现在说不了 算了 我明天再来找你 他明天也要学习 真的吗 季寒 我会不会耽误你啊 邻履之间相互帮助应该的 我会不会耽误你啊 不就是邻居吗 有什么了不起 幼稚贵 请 余总监 你看这个房子的采光特别好 而且这里面的家具也都是八成金 完全可以拎包住住 房东因为工作就要去外地 所以呢 这个房子是首次出租 但这房子有点小啊 对你来说可能有点小 但是里面该有的配套设置 全部都有 而且这个房子最大的特色 就是外面的小院子 平时没事的时候 可以弄一个烧烤架 找几个朋友一起烧烤 开个派对 特别有气氛 这个还不错啊 行 别认不定了 好嘞 那我先走了 您慢走 有什么事随着打电话啊 好嘞 我把宣传给您啊 好嘞 小金刚 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 规划 规划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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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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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小金刚干嘛呢 为什么不和我消息啊 他该不会还在生武器吧 飞鱼儿 飞鱼儿 来生日 来生日 要不要休息一会儿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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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下他总该相信我了吧 哼 这鱼势节搞什么鬼啊 这地方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 我下楼一套 我回来再被淡死啊 我跟你一起去 他怎么还没消息啊 不行 我直接找他去 小金刚 你这是要给我个惊喜啊 你还干嘛 小金刚正在我家里背书 听说你搬来做邻居了 我去过来看看 背书 背书两个人一起背嘛 看你是什么企图吧 企图你个鬼啊 余盛姐 你搬过来是开玩笑的吧 当然不是开玩笑的 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好邻居了 你放这儿好好的别说不住 跑回来住这么小的房子 你家 该不会破产了吧 你想什么呢你 我倒是想破产 我爸妈也不给我这个机会啊 那你为什么要搬家呀 你被你爸爸赶出来了 我还不是为了和你 和你一起体验普通人的生活 行 那你好好体验吧 我回去学习了 小金刚 我这刚搬来家里特别乱 你帮我去收拾一下吧 我顺便带你参观一下我的新家 可是我还要和季涵一起学习呢 我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从小到大就没做过家务 如果你不帮我收拾 我今天晚上就要睡地板了 你可以请保洁 我不知道怎么请保洁 五四保洁公司 175-89-0123 我不想请保洁 为什么呀 我 我不是说了吗 我是来体验生活的 普通人会随便请保洁吗 不会 对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说 我打死也不会请保洁 如果你忍心看我今天 往睡地板的话 好 你就走吧 这 季涵 要不我帮他收拾收拾 我很快的 我收拾完 立马回去找你背书 随便 拜拜 走 走 走 帮我收拾收拾 哎呀 晓晓刚 你最好 最好 来 肯一搬 余晓姐 你搬家这事 你爸妈知道吗 他们 他们忙着赚钱的 管不着我 但是我觉得吧 你还是要跟你爸妈说一下 不就好 说什么呀 他们不管我 我也不管他们 大家都自在 嗯 那个 小丁啊 上次 拼圖的事跟你 道不歉啊 呦 新鲜啊 余晓杰都会道歉了 那跟朱惠少数 一样新鲜啊 跟 干嘛啊 我一向敢做敢当 只要做错了事 我肯定道歉了 总之 是我不对啊 我早就不计较了 赶紧收拾去吧 走 好了 我该回去学习了 等一下 我家钥匙你拿一把 你家钥匙给我干吗 我不要 你拿着吧 放在你那儿备用 万一哪天要把钥匙弄丢了 找你拿就行 省得再去花钱找开锁 那好吧 我先替你保管着啊 好 走吧 拜拜 季寒 我暴雨睡觉 打算好卫生了 我们继续学 今天的学习到此为止 已经结束了吗 已经结束了吗 可是平时 没这么早呀 早啊 丁函 怎么了 小丁哥 昨天多亏了你帮我收拾啊 昨天多亏了你帮我收拾啊 我才睡得那么甜 那么香 小事情 直接听 我家那个钥匙啊 你可千万要帮我收 千万不要弄丢了 放心 在这儿 丢不了 静谷 小丁哥 今天坐我车上学吧 我让司机来接我了 不用了 我走路就习惯了 别客气嘛 都是一条路 而且你昨天那么帮我 我也得好好感谢你一下 走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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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打 小金刚 我在这儿呢 老大 你怎么和小金刚一起来上学啊 我搬家啦 老大 你家以前就住别墅 现在该不会搬去超级豪材了吧 让让 大早上的 挡什么路 别人不上学的吗 这么大一片路 不够你走吗 不够 哎 老大 那你搬哪儿去了 对啊 多大的房子 哎呀 下次带你们去看一眼 就知道了 哎 老大 忘记告诉你一件事情 现在学校 到处在传你的谣言 什么谣言 难道是说 我在学校的人际 又上涨了 上周广播站的事情哦 同学们 都说李世纪下的粉丝 什么 我是他粉丝啊 他是我粉丝啊 差不多 走了 对啊 我跟你们讲 等我以后混出名堂来 我一定要让校长 把我的照片 挂在这个学校门口 啊 呜 呜呜 总版 今天的梦做完了 就到此为止 上课去 好 快 你说向下怎么会从余胜洁车上下来 我哪知道 还有 向下从余胜洁车上下来 又关我什么事 我没有说关你的事啊 你这么生气干吗 走这么快了吗 薯片我还没吃完啊 一包薯片热量高达一百五十千卡 需要跑步十五分钟左右才能消耗掉 季寒 我的笔带忘带了 你能借我这笔用吗 小金刚啊 放学陪我去一趟超市吧 我好多日用品都没买 哦 好 季寒 我的笔 你可以去超市买 你要买什么啊 有吃单吗 看见什么就买什么吧 反正我都欠 我昨天帮你收拾的时候了 发现你没带什么洗漱用品 那你先从洗漱用品开始买吧 带你来果然是对的 你简直比我们家阿姨还要了解我 不愧是我的好兄弟 你们俩只吃到货宝 补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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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 这个静寒代言的毛巾不错 纯棉子那又不舒服 买这个 这个静寒代言的洗发水不错 汽油的 买这个 这个静寒代言的买这个 你是江城的粉丝 不是 那你干嘛专门买他代言的东西 我 看他长得比静寒帅就买了 静寒比他帅 哼 这个牌子没见过 看起来好像很好用的样子啊 买 你确定你用得上啊 只要不是静寒代言的 就买给你的 需要你给我买这种东西啊 哎 那我们接下来去买什么呀 我们去买点吃吧 你应该不会自己做的 做买点速度的事 这方便 有糖饿 静寒 不好意思 我也要买点 你一个大明星怎么也亲自跑来超市买东西啊 我看你是故意跟踪我们的吧 静寒之前就来过超市 没什么好奇怪的 今天还有打折米漫吗 有的有的 你要买米漫 那我去排队给你买 我也要 那我买两袋 你们两个先逛着啊 我马上就回来 我才不信你是专门来买东西的 来 这个牌子的酸奶 我最爱喝了 这么好喝的酸奶 一拍怎么够呢 我要一斤龙虾 我要两斤 我要一条鲤鱼 我要两条 我要一百只鲍鱼 我要两 你坑我 你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啊 你以为我还会采取你同一个坑里吗 服务员 我朋友说他要一百只鲍鱼 你快帮他拿呀 不用了 怎么 付不起钱啊 没事我借你啊 你卖完了 你卖完了 你这买都什么呀 你一个人吃都完吗 我吃一半 放生一半 全都不行吗 走走我 哎 我吃了 你买了牛排啊 对啊 但今天晚上 扎哥要跟他女朋友约会 没人给我做 没关系 我可以帮你做 那太麻烦你了 小金刚 我也要吃牛排帮我做 不好意思啊 今天的牛排 已经被我买光了 季涵 你给我等着 你看 今晚来我家吃饭 还好有你帮我提 没关系 以后这种事尽管交给我 不过 你买这么多牛排 你一个人吃得完吗 没关系 牛排保质期长 坏不了 不过水产品嘛 哼 好你的劲啊 居然敢搞我 亏我之前好想帮你洗白 我看你就是个黑子 你没完 你 你 我 我可以 我 可以啊 你 我 来了 老大 来了 进来吧 老大 坐坐坐坐 老大 该不会 你家破产了吧 你怎么跟小金刚 一个脑回路啊 我搬个家去非得是破产了吗 你家好好的别宿不住 搬在这里干嘛 你们猜 我隔壁住的是谁 小金刚 你们再猜 我隔壁的楼上住的是谁 敬寒 哎 不对啊老大 敬寒不是大明星吗 他不住豪宅 怎么搬来这种地方啊 是吧 你也觉得他搬到这里来 居心不良吧 我就说嘛 他肯定就是以补习为借口 接近小金刚 对他图谋不轨 老大 那得搬来这里 是不是也居心不良 想要接近小金刚 对他图谋不轨啊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我跟他能一样啊 那 老大 你衣服怎么湿啊 别提了 你都怪金刚 你来做好了 你还吃呢 细分手 他做一份吧 你要吃两份了 一份你的 我爸妈还在家等我回去吃饭呢 不过 我可以立刻给我爸打电话 说我不回家吃饭了 喂 肖肖 喂 爸 我不回去吃饭了 又出去玩了 都高二了 该收收心了 别忘了吃东西啊 哎呀 我知道了 我有东西吃 老婆 电灯泡晚上不回来吃饭了 咱们整个猪肝晚餐呗 情况 就是这么个情况 靳寒胆子也太大了 连老大都敢坑 老大 你们就这么算了 现在小金刚 还在靳寒家里呢 我得想个办法打断他 有了 怎么伪装成学校教导主任 给靳寒打电话 让他去学校一下 你是猪啊 你不想想这样 我们会有什么下场 这到时候坑不了别人 把我们自己给坑了 就是 哎 老大 我又已经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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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啊 好像是 烤鸡的香味 没闻到 这家在烤鸡啊 我去看看 原来是你们啊 小金刚 这里可是有你最爱吃的烤鸡腿哦 怎么样 要不先来吃一口 我们这里有螃蟹 还有虾 还有烤面筋 也有劲哦 小金刚 下来吧 我们这里有整个烧烤摊 真热闹呀 要不 你跟他们一起去烧烤吧 要不我们一起去吧 我闻不了烟味 我闻不了烟味 你默考吧 我要和鸡羊一起吃牛排了 你 老大 怎么办啊 小金刚不受诱惑 当然不会受诱惑啊 我 我想吃牛排 还点着烛光 逼和学渣吃烧烤 还要被烟熏得流眼泪 不用想都知道他会选哪个 选你个头啊 平时不建议花这么多 哎 老大 那 我们还烤吗 继续 小金刚那么能吃 那几块牛排 肯定不够他吃的 等他吃完牛排 他就会下来 继续烤 好嘞 老大 打雷啊 走走走走走 不可不可快快 快进去去去去 哎呀 哎呀老天都和我作对啊 哎 我想起来了 天气预报 确实说今天会下雨 那你干嘛不早说啊 哈哈 我这不是刚想起来吗 哎呀 反正也不能烧烤了 不如我们 开黑吧 哎 开黑吧 来一只来一只 哎 来来来来 哎呀 来我这儿来我这儿来 别闹别闹 什么味啊 小 香味吧 来来来来 不管他不管他 哎 哎哎 哎 啊啊啊啊 老大 着火了 sagte Snapchat 哎 Anchor 啊哎啊 什么声音啊 好像是烟雾自动摸影装置 垂架着火了 余胜吉 你家发生了什么 问题不大 就是不小心找了一点小火 就变成这样 我已经跟仲介说了 明天就能处理好 明天才能收拾好 那你今天晚上怎么办 要不 你回你家大别墅住吧 不行 我 我已经跟我家阿姨说了 我要出来体验生活 我这刚搬出来 第一天就搬回去 太丢人了 不行 不行 那要不 你去张冰赵冰他们家住 我能去你们家住吗 当然 不能 不能 不 不能 我们家太小了 我晚上睡觉都是打地铺 老扎去了 哪有地方给他住啊 张冰家 张 张冰家 更不用说了 他们家一家三口 就挤在一个四十平的 一个屋子里 老扎去了 连坐的地方都没有 说多了都是累 对 是啊 小金刚 您看我啊 我现在那个家也不能回 这儿也住不了 我 我连个容身之所都没有了呀 那要不 你来我家吧 我家 你来我家 我家 你来我家 » Mira Zither Harp 看花吹着光向阳开 好自在 摇晃着小脑袋 随影也轻轻摇摆 属于我们的浪漫 心像火水一般 翻起了波澜 你突如期来的 拥抱感觉好温暖 轻声在耳边弥漫 拼面花唐然 你让我暗淡的世界 左边的色彩斑斓 小庭圆好软快 我们俩靠在窗台 看花吹着光向阳开 好自在 摇晃着小脑袋 随影也轻轻摇摆 属于我们的浪漫 心像火水一般 翻起了波澜 你突如期来的 拥抱感觉好温暖 轻声在耳边你暖 拼面花唐然 你让我暗淡的世界 前边的色彩斑斓 像火水一般 翻起了波澜 你突如期来的 拥抱感觉好温暖 轻声在耳边你暖 拼面花唐然 你让我暗淡的世界 前边的色彩斑斓 by bwd6 感谢观看